生活有多少种可能 每个人都在探索着自己的答案 在这里 手里有方向 心中有远方 凡是看到我的 就是回头率100% 通过我为他们服务 作业 然后他们看到我的 作业效果都会认可 在这里 可以走向田间地头 也可以从乡间迈向世界 从乡村的小小长 走到了世界 我们用积极的努力和汗水 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跳水运动的地位和水 在崭新气象中 浇灌梦想之花 去年的花也就已经在南沙 过过一次年了 过年期间的话 其实南沙去在一些大型的商业中心 或者一些大型的社区 也会举行相关的一些新春的活动 在实习的过程中 就是了解到南沙 无论是从政策 还是区位优势 以及产业的发展 对人才的一些扶持等等 方面了解到有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力度 在岁月静好中 陪伴点滴温暖 对人才是从政策 好 多谢 都需要注意一下的游戏 特别是地板安全的一个 就是要关注 敬请摇摆 种下美好期许 毫无论会给村民带来 家庭幸福 定财良获 飞针引线 将传统与未来接续 希望在继承传统 广秀记忆的基础上 不断创新它的载体 让它还可以是 穿戴在身上的广秀艺术品 在这里 快步流星 加速每一次前行 应该说有无所作商风 等着我们去攀登 学术永无止境 探索自然也是永无止境 在这里 手中创新 一起落地美好 它正好就是处于 珠江五亲河 跟中州性的交集的地方 表示这个新时代的 广州最精彩的 最能够体现广州人的 精神的 和警官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在这里 与时俱进 一起读懂中国 熊猫它是中国的国宝 它已经是被验证的 受到全球人这个喜爱的 这样一个可爱的形象 它只有可爱 就元素本身就可爱 被认可 别人才能接受它的 所谓吉祥的 这样一个代言 在这里 供客时间 迎接每一次挑战 生命至上 不要光考虑自己 要考虑什么呢 你家的老人怎么样 你还有很多弱势群 我们不能再传染给他 所以戴口罩 个人的防护 这些加强 在这里生活 每一个平凡的日子 都有人在奔跑 在欢笑 在舞台上闪光 在平凡中努力 在创造新的故事 在选择新的改变 在这里 每个人就像一种暗花 怀穿梦想 脚踏实地 全力拼搏 探寻着生活 千千万万种可能 会继续美好生活的 精彩模样 开放包容 创新务实 这里是广州